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之前有同大家睇過,就說好多的年輕人 竟然現在買了個輪椅,用輪椅開車上班下班, 就說節省不少路費,又舒服又有特權。 這一集就睇到一個新聞,就講到 在貴州有個新娘提倡綠色環保婚禮,就無要新郎哥的聘金, 最終就以52輛輪椅車和鮮花所組成的迎賓送親隊伍去結婚。 根據大陸媒體西部決策的報導, 這一個敢令人觸目的婚禮隊伍是由52輛輪椅車和鮮花組成的送親隊來的。 根據姓吳這個女人透露,她結婚就無要彩禮, 就說綠色環保啦。 同時最重要的一點,她和她老公都是身杖人士, 即是本身是有一些殘疾的, 而且很多身邊的朋友都是一樣殘疾人士來的。 於是他們就想到了, 那不如用輪椅車的方式去組成她們一個這麼特殊的婚禮, 就用鮮花象徵她和老公的愛情, 整個婚禮她們就用了6萬元人民幣左右。 如果你看到剛才的影片,其實整個畫面都幾溫馨。 報導指出, 吳小姐和她老公透過馬拉松比賽, 亦結交了很多輪椅朋友, 她認為這些身杖人士更加懂得如何照顧對方, 最終兩個就在一起啦。 一個這樣的結婚隊伍, 就全部都是一些有殘疾的人士去駕著輪椅車, 這樣來做一個車隊。 不過呢, 那麼大陣仗, 其實在大陸來說都很少見的。 好啦, 那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 大家有什麼想講呢? 下面留言啦, 我們下集再見啦, 拜拜!